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九妹 明天就要到江苏卫视那边录制一个节目 所以我就加一点我家乡的水果 去给他们现场的工作员员吃 这是我家的红地干 但是现在我要挑的那种熟的才可以摘去 因为现在还不是大批量 要10天以后才大批量成熟 所以要一个个的挑 我挑满这个框就可以了 像这个是熟了 它要坏掉,比较光滑 如果没熟的话 它里面有一个个的小洞 很不错 不过好难挑啊 因为浴科里面只有一两个 但是为了他们尝到我家乡的水果 我还是挑一框拿去吧 挑到我眼睛的花了 因为上面全部夹芒果 但是要挑到它哪个熟的话 真的有点难度 像这种黄地干呢 它不是很大个的那种 基本上都是像这个 这么小一个 都是二两多三两 现在我先收一个给你们看一下 黄地干的皮本身都是轻的 但是要看它的皮光滑就是熟 好多朋友都不认识说 这个皮怎么这么轻呢 都是熟的吗 里面就是这个样子了 蛋黄式 但它水分真的很足 就是这样 如果再过多十一天或者半个月 就更加的甜了 它这种甜是清甜 不是那种很甜的那种 它是它甜而不甜 泡咸 过完整个甜 才加了寂寞一点 不过还要带其他的百姓果 还有其他的公司去到现场 现在我就拿回去 装到一个箱里面 还要把上面就一个泥层 把它擦掉 这样就会很光亮了 看一下刚擦完了 这个水果是不是变量好多了 这酒味家的买的水果 全部都是不打蜡也不保鲜 直接先摘先发货 你们都看得惨了吧 不过都要买一下 先给他们吃尝尝先 然后上面再盖一个气泡垫 要不然它捧来捧去 当时摔坏了 我要放一点的开果去进去 这个勾是勾这个果皮的 然后后面就一点点是把这个果皮挑开 放两个手进来 这里一按就可以了 挺方便的 到时候朋友买的也有这个东西 好了 到时候拿一条笋子 就要绑就拿上去 可以了 时间不长了 明天早上就出发 希望朋友们就九妹一路顺风 哈哈哈 谢谢大家 喜欢九妹的视频继续关键 我们上期再见 拜拜 大家好 我是九妹 今天我就在山上砍这个松木材回去烧了 因为现在秋天最容易找材的时候 到冬天的时候就不用来找了 我打算今天找了很多 所以带了就是食材来了 就不用回去 看这个就是我之前做的那个菊巴 菊巴镇那个爬 就这样爬的这个松树叶 我去烧了 很容易烧的 因为它里面有油 分开来装 这个柴的话都要绑 你加一加的 这些是什么 这些全部都是鸡椒了 这些都是鸡椒了 搞好了,这就要绑了 因为里面有一点塞,这个茶几,顶着就可以绑了 就绑墙一加一加的,就拿到这个三角上 因为太陡了,不要绑得太大 已经找了好多在那里了,我都已经饿了 我今天要待在这个山上,差不多一整天 所以我带了这个,激动煮的螺旋粉过来 很方便的,也不用烧火 还可以煮到叶糊糊的粉来吃 里面很多材料 原来这里有一点的红薯叶 我就削几张,下去一起煮 这个是山泉水 好凉凉啊,所以我现在拿一点水去煮粉 正开始煮了 上面这里放了一个八叶包 上面是拿来煮粉的 放了粉,再放这个汤 放这个花叶,还有附酒 现在要把这个水 然后上面还要倒一点水 上面倒点水 然后上面也倒水,进这个米粉这里 就直接放上来了 这个红薯叶也一起放上来 我已经清洗过了 不过它这个是没有危险的 就盖上盖起就可以了 已经煮熟了 已经煮熟了 你看这个粉,纯得远了 我就要放调料了 放点醋 这个是生豆酒 还有放点生生 放点辣椒油 哇,好辣啊 这家酒瓣可以吃了 很方便 可以吃了 那一盒是楼改饰饰饰 我一盒已经够饱了 又方便随机带 有些朋友出去旅游 担心堵鞋 这样也可以放在签上 吃饱了,吃得饱饱了 现在我就要收拾一下这个垃圾 虽然吃得方便 但是这些垃圾不可以乱丢 所以我要把它绑好 等下都柴回去的时候 一起拿回 到垃圾桶去找 所以我要继续到垃圾里 把垃圾挑回来 我就不跟你们都聊了 喜欢小妹的视频继续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如果大家喜欢吃 酒妹做新鲜的美味 就点击屏幕右下方 了解更多 来西瓜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